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web j Люб�us 推出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15.4 15.4仍然是要看二维的积分 我们buy liberty 我們這時候要看的是 地基是用這個極坐標的方程來表達出來 我們知道地基之前我們都用直角坐標來看 那現在這一節要看的就是用極坐標來看 我們也會在這一節看到有一些問題 很自然的你要選極坐標來做 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章節的主題 我們先看這個最簡單的極坐標的地基 我們知道極坐標有r,seta這兩個分量 r就代表點到原點的距,seta就是代表它的角度 那假設這個r是介於a跟b之間 seta是介於α跟β之間 換句話說這一種是最簡單的極坐標的地基 那簡單來講這個在極坐標的體系 你這樣表達它就是一種極坐標的長方形的概念 那這種極坐標的長方形 就是半徑介於兩個長數之間 角度介於兩個長數之間 那你真的在座標平面畫出來的話 它其實是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扇形的一部分 它的角度是從α到β 也就是角度在這裡 那長度是從半徑是從a到b 所以畫出來就是這個扇 我畫這個紅色區域的扇形部分 那假設我的d基 長的是像這樣的這個極坐標的話 那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假設我要做這個二維的積分 那我的d基 這是我的d基d 是這樣的話 我怎麼做 我怎麼做 那我們記得說 在直角坐標的時候 我們怎麼算這個二維積分 我們現在就是把一個二維的d基 然後我在x方向跟在y走方向都等分把它切 把它切成一個小長方塊 那在這個小長方塊 我就蓋一個小屋頂 然後我就把這個小 因為這個長方塊是很小 所以這個屋頂的高度 每一個點相對應的屋頂高度 其實是差不了太多 我就可以找一個點當屋頂的高度 我就可以算這個小長方塊的 這個固定屋頂的這個體積 然後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小體積把它加起來 這就是積分 那我現在呢 其實也要做同樣的事 我現在要把這個 極坐標所表出來的d基做這個等分的切割 那現在我的極坐標的體系是用rc來表示 所以我要把半徑做切割 我把半徑做切割 我現在也就是說我這個半徑 我要把它分的很細 假設半徑是這樣 我就把它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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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 我把它分很細 那假設其中分到的di段 這個di 假設這個是分分分到的ri 這一點是分的ri-1 我就把它切割 我就把它切割 然後呢 我接下來seda也要做切割 那我的seda呢 假設我這個seda這個角度 我也要做細分 等分的細分 我這樣子分割分割 那分割出來這個假設是叫做seda的j-1 這一段的話叫做seda 那這個兩個的夾角 因為我做等分 它的夾角就是delta seda 這一塊 我現在把它用一個紅色的斜線 就是你在直角坐標體系之下 你把r半徑跟角度seda做切割 做很小的切割 切出來的一個小扇形 這是小扇形 其實這種小扇形 在極坐標的體系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小長王形 這時候呢 假設這個小扇形的面積是aij 我們把它算一下 我們把它算一下 因為扇形面積的公式是二分之一半徑 比較大的這個半徑ri平方 乘上它的角度 角度都是delta seda 因為做等分的切割 代表加價 那減掉另外一個半徑 比較小的扇形面積就是 二分之一r的j-1的平方 乘以delta seda 你把它提出delta seda就是這樣 換句話說你這個小扇形的面積是二分之一 乘以括號ri的平方-ri的r的i-1的平方 乘上它的夾角 小夾角delta seda delta seda就是你做角度切割每一等分的角 那你把這一項 那你把這一項 a平方-b平方-1因式溫解 你因式溫解 你因式溫解就得到ri i-1 把ibi-1 乘上ri加上ri-1 那ri-1 就是你做的角度的半徑切割 每一個半徑的長度都是delta seda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delta 當你做無窮切割的時候 你的ri跟ri-1 其實會 merge在一起 就會重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用一個 R 就代表那一點在 R Seta 的 R 把它表示 所以你做無窮切割的時候 你的非常無窮小的小扇形的面積 就用 DA 表示 就會等於 R 乘以 DR D Seta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下面的概念整理出一個公式出來 換句話說 假設我的 D G 這是我的 D G D 我提醒你一下 它的半徑是介於 B 跟 A 之間 它的角度是介於阿華跟貝達之間的話 我要算 D G 是像這樣的一個 急作標表示方法 黃子的體積的時候 我就會得到這個公式 這個 F 就代表 黃子在 X Y 那一點 或者在 R Seta 那一點 X 是 R Seta Y 是 R Seta 那一點的高度 這個就是 DA 這個就是 DA 就是那個小扇形 你做無窮切割之後 小扇形的 無窮小的這個扇形的體積 這個 D G 的面積乘上高度 那就是小區域的體積 你把這些小區域全部加起來 雷加起來 就是積分 就是你要的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D G 呢 再把它推廣成更一般 更一般 換句話說呢 我現在這時候 我的長度 我的半徑 R 即使是用兩個急作標的函數來表示 現在 R 是等於 上面這個 R 是等於 H 2 Seta 這個函數來表示 下面這個 R 是等於 H 1 Seta 來表示 換句話說 這時候 我的 D G 就長得像這樣 這一塊 那一樣的道理 你如果把這個 雖然比較不規則的 D G 你做 做半徑的切割 做角度的切割 你仍然會得到你的 D A D A 是 R Seta R x DR x D Seta 然後再乘上它的高度 然後這時候的半徑是從 H 1 G 到 H 2 那角度仍然是從 R 變到 Seta 那因此呢 你也可以得到一個更一般的 更一般的這個 極作標的 D G 的 D G 的 G 造 鈣黃質 然後算體積的方法 這一題 我們把 D G 畫一下 D G 是一個環鑽 半環鑽 它是兩個圓 大圓的半徑是一 小圓的半徑是二 然後 這個環鑽 但是 Y 用大A 0 所以它是上面 它是上面的 D G 那像這個環鑽 其實就是極作標的長方形 因為這時候這個環鑽 你如果用極作標表示 它的半徑是介於 1 跟 2 之間 角度是介於 0 跟 pi 之間 R 跟 Seta 介於兩個長數之間 這個就是極作標的長方形的概念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 在直角坐標來看 就是這種環鑽的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這個環的東西用極作標 遠的一部分用極作標來算 你的積溫上下線都比較容易 這個題目你發現 如果你用積溫的上下線來做 因為它是環狀 你用直角坐標來做的話 積溫上下線就很醜陋 所以這個題目很自然 你的選擇就會用極作標 好 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你現在把 X 用 R coseta 來帶 Y 用 R sineta 來帶 好 這個高度乘上 DA 你要記得 DA 是等於 R dr d theta 直角坐標的 DA 換成這個極作標的話 它是變成 R dr d theta 現在 R 是從 1 g 到 2 角度是從 0 g 到 pi 那 D 項你其實不用積 因為你如果對 R 積溫 積出來它是一個常數 然後這個常數乘上 coseta 再對 Seta 積溫 那 Seta 你是從 0 g 到 pi 可是 sin 從 0 到 pi 它長的圖形是這樣 你看 有一部分在上面 一部分在下面 上面跟下面的部分面積是一樣 所以積溫起來就會抵消 所以你看第一項 第一項 你先對 R 積溫之後 你就會得到 coseta 的某一個倍數 那你不管那個倍數 那你 coseta 對 Seta 的積溫 積溫出來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項 你可以提早不用積 好 我們就看第二項 有一個 sin 的平方 你把它拉出來 因為它跟 R 還沒有關 這個地方是你對 sineta 的平方的積分 你光 R 的話 它其實是有 4 的 R 的平方 這邊還有一個 R 它有 3 次方 然後你對 R 的積分 然後這個是 R 是從 1 g 到 2 你就分別把它算一下 那 D 項的話 對 R 的積分 它的反導處是 R 的 4 次方 R 的 4 次方 R 的 4 次方 現在作用在 1 跟 2 之間 所以的話 它就會等於 su 所以你就會得到 15 乘上 sin 的平方的積分 Seta 從 0 g 到 pi 那 sin 的平方 Seta 是等於 2 分之 1 減 cos 所以這個東西的反導處就是 2 分之 1 Seta 減掉 2 分之 sin 的 2 Seta 就 sin 平方的反導處就是這一項 它現在就是作用在 0 跟 pi 那作用在 0 跟 pi sin 也會等於 所以這一項也不用看了 所以只要看 Seta 所以它就等於 2 分之 pi 所以 2 分之 pi 乘以 15 你最後的答案就等於 2 分之 15 pi 第二題的話 就是要算體積 這個體積被這兩個曲面所圍繞住 這兩個曲面我們簡單化一下 這個當季等於 1 的時候 x y 都等於 0 所以它是在最頂點 當季大於 1 就沒解了 當季等於 0 的話 它就是一個圓 所以它長得像一個蒙古包的樣子 它的地基 D 的話 其實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等於 1 地基的話就 x 平方加 y 平方等於 1 這個是一個圓 那圓的話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極坐標 所以我們用極坐標來算 它的高度是 1 減掉 x 平方-y 平方 所以高度你換成極坐標也蠻容易 這邊 1 減 r 平方 然後乘上 d a d a 就是 r d r d s 那 r 的話 因為這個 d 就是一個圓 就是單位圓 所以 r 從 0 到 1 角度從 0 到 2 pi 角度從 0 到 2 pi 那這一個式子也蠻容易算 所以我把它算一下 它對 r 的積分的話 乘開來是 r 減 r 三方 所以它的環導數 就 2 減 r 平方 減掉 4 減 r 四方 作用在 0 跟 1 一作用下去 就是等於 2 減 1 減 4 減 1 就是 4 減 1 你這個前面這個項 基出來是 4 減 1 4 減 1 在乘上對角度的積分 因為 4 減 1 對角度是常數 所以就 4 減 1 乘上 2 pi 就等於 2 減 pi 最後就得到 2 減 pi 第三題的話 又要算這個玫瑰曲線 這四半的玫瑰曲線的這個面積 四半的玫瑰曲線這個面積 那這個題目現在要教你的就是說 這題目你用之前 我們算這個其實是用一尾的手法算 是用一尾的算面積的極坐標的手法算 現在要教你的是 算面積我可以用二尾的手法算 所謂用二尾的手法算的話 我就把這一個想成我的地基d 我把它想成我的地基d 把這個四半玫瑰片想成我的地基d 我的高度把它想成是1 就換句話說我蓋黃子 我的高度是1 那你二尾的積溫積出來的體積 但是因為你的高度是1 1乘上地基的面積乘出來 當然就是地基的面積 所以你只要把高度設為1 你就可以用二尾的手法來算 這一種就是地基的面積 所以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你現在就把它改成極坐標 你改成極坐標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高度是1 那DA就是R DR DC 那R的話 R的話 就從0一直跑到cos2c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那這個角度其實是四分之π 那你只要算八分之一半就好了 就是從0g到四分之π 然後把它乘以八倍 好 這一題的重點是要教你說 算這種地基的這種東西 就是D的面積 算D的面積的話 之前我們用一尾的手法算 那這個題目是告訴你說 我也可以用二尾的手法算 我只要把它想成它是三尾的房子 D就是我的地基 我的高度只要想成1 所以我就可以用二尾的手法去算 第四題的話就是說 我要算這個三尾的物體 這個三尾的物體 是在這個曲面的下面 但是在這個圓柱 這是一個圓柱的裡面 而且呢 是在這個水平面以上 就是Z等於0的上面 你看一下 這個題目是這樣 大概畫一個圖是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曲面的圖 它其實是長得像這樣的一個圓 越來越胖的圓 一直往Z軸方向 一直延伸上去的樣子 然後你的地基 你的地基其實是 你如果看這個的話 我先在二尾的平面上畫 我先在XY的平面上畫 這一個就是一個圓 它的半徑是1 圓心是在X等於1 Y等於0 這是1 所以這一點是2 好 那 這個方程是 在三尾的角度看 它的Z是沒有限制 所以它就是 一個圓一直上去 沿Z的方向一直上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圓柱 所以這個圖是代表一個 一個像這樣的圓柱 一隻上去 也一顆一隻下去的一個圓柱 所以它地基是長在這 這樣上去 這個三尾的圖比較難畫 不過重點是 你算這個問題 你都要把地基找出來 只要把地基找出來 把它屋頂形容出來 你就可以算它了 它的地基的話就是 這一個圓的方能式 換句話說 就是這個圓柱跟平面Z等於0的交集 所以你這個地基把它表成極坐標的話 它就是R平方 因為X平方加Y平方等於R平方 2X就2RcosZ 你把它劃減一下 它就等於R等於2Z 這是我的地基 這是我的地基 就這個圓的直角 極坐標的方程式是R等於2cosZ 我的屋頂其實就是Z等於X平方加Y平方 就這一片 這一片是我的屋頂 這一片是我的屋頂 那你把它換成極坐標的方式 它就R等於Z等於R平方 所以這個題目呢 你現在屋頂是R平方 DA就是RDRDθ 現在R從哪裡到哪裡 現在R是由這個圓描的 所以R是從0描到這一條曲線 2cosZ 2cosZ 那角度 角度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從 負二分之π 到二分之π Z就是從 歪軸的下面一支 就是負二分之π 一支變動變動到 到角度Z等於二分之π 所以這個Valent 算起來就是這樣 這個題目呢 就簡單先算一下 裡面的函數是R三方 R三方的環導數是4分之R四方 作用在0跟2分之2cosZ 帶進去你就會得到 4的cos的四次方Z DZ 這個你要帶這個 背角公式要帶兩遍 所以我簡單幫你化解一下 所以我簡單幫你化解一下 你cos的平方其實是等於 2分之cos2Z 加1 那你四次方就是cos的平方 所以你還要把這個平方 所以就等於四分之cos2Z的平方 加上兩倍的cos2Z 加上1 這個地方你還要再帶一次半角公式 所以這個題目計算稍微环乎一點 不過你一直帶半角公式以後 它都變成cos的某一個角度的一次方 只要是cos的某一個角度的一次方 你很容易找到環島數 因此你就把它可以算了出來 算出來的答案是2分之3排 第五題是要算下面這個三維物體的體積 那這個三維物體是由兩個三維的物體這樣子交出來的 第一個物體是圓柱狀 是一個柱狀 往Z方向的一個柱狀 圓柱狀 這是Z的方向 這個圓柱的橫截面是一個圓 這個圓的半徑是2 這半徑是2 那另外是一個橢球 這個橢球呢 那它的X軸的半軸場是4 那Y軸的半軸的場是4 Z的半軸場是8 所以你這個物體基本上就是這個圓柱呢 它貫穿這個橢球的部分 它貫穿的部分是整個長在橢球的裡面 那這個圓柱跟這個橢球的中心都在圓點 所以這個三維的圖當然是比較不容易畫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想像 你很自然可以看到這個你要的物體 它的三維物體它的屋頂呢 其實就是這個橢球的表面 所以你就把這個橢球的方程式 用Z的形式把它解出來 所以它的上屋頂Z呢 就是等於 根號64 減掉4乘上 括號X平方加Y平方括號 這是你要的三維物體的上屋頂 那這個上屋頂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這個橢球的方程式把它解出來 你這個地基呢 我剛才講過這個橢柱的半徑只有2 那橢球的所有各走的方向它至少有4 所以你這個這個橢柱的橫截面 其實你貫穿之後它是含在這個橢球裡面 所以它的這個地基呢 這個D呢 其實就是等於是這個圓跟它圓的內部 這是它的地基 那這個物體呢 其實還有地下室 就水平面下它還有跟水平面上的形狀 完全都是對稱的 那所以這個題目你要算這個物體的面積呢 你就算水平面上的這個體積 然後把它乘以兩倍 把它乘以兩倍 那水平面上的物體的體積呢 它的屋頂就是這個z 我暫時先用z表示 然後它的地基就是d 就x平方加y平方小一點4 那這個題目呢 你當然是要轉成極坐標來算 比較簡單 所以你用極坐標換算一下 你這個z就等於根號64 減掉4r的平方 然後da呢 換成極坐標 你就得到一個drdc 這個d基的半徑呢 是從0到2 那角度是從0到2π 那這個題目呢 你把它算一下 它的緩導數呢 先對r積分 你把它的緩導數算一下 它就是64-4r的平方 然後這邊這個指數應該是2分之3 那你為了平衡 你就要把3分之2乘過來 那遷入你會產生一個-8r 那這邊有一個r剛好消掉 所以你把-8變成-8分之1你就平衡了 所以這是你對r積分它的緩導數 那這是作用在0x02 你最後把這個數算出來 乘以2π 這是對角度的積分 那對角度的積分因為是常數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的積分上下線相減 就是2π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常數是2 所以你把這個數化減之後呢 最後你會得到的答案是3分之8π 乘上括號64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的話 是這個物體呢 是在這個錐面之上 但是在這個球的下面 所以這個題目是錐狀形 然後這個球面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 這個球面就是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等於1 這個錐形的話 就是根號x平方加y平方等於z 所以它其實要算這一塊 這一塊冰淇淋 有一個cone的冰淇淋的體積 一個中冰淇淋的體積 那這樣子的話 你首先要把它的地基算出來 這個地基其實就是這一塊圓 就是這個錐狀形的這個物體 這個曲面跟這個球的焦點 所以你要解連立方程式 如果你解連立方程式的話 你就得到z平方也等於x平方加y平方 所以你就會得到x平方 把這個帶進來 你就會得到x平方加y平方等於2分之1 因此你就會得到這個圓 這個圓你把它投影到xy平面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x平方加y平方等於2分之1 因此這個是一個半徑為根號2分之1的圓 所以這時候就很清楚 它的dA是r dr dc 那它的高度 就是大高度-小高度 大高度就是這個球 這個球就是由這裡解出來的 z等於根號1-x平方加y平方 x平方加y平方是r平方 所以這大的球是1-r平方 根號r平方 減掉小的高度 小的高度是這一個錐面 這個錐面是z等於根號x平方加平方 那根號x平方加y平方就是r 就是r 根號1-r平方-r是高度 就是你黃子的整個高度 就這一段的高度 就這一段的高度 那這個r的話就半徑 這個半徑是從0g到根號2分之1 就這個半徑 那它是轉一圈 所以角度是從0g到2分之1 那這個其實也不難積 尤其這一項乘進來 剛好環島數好好找 那這一項乘進來是r平方 環島數也很好找 好 我們最後算出來的答案是 3分之π乘上2-2 這一題的話 你如果用直角坐標去算的話 你可以算得出來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很醜陋啊 光要找這個環島數就很頭大了 然後你算完又要帶到這個 也蠻醜陋的上下線 就算你找出來 你也算分頭了 那這個題目啊 因為有x平方交y平方 這都是直角坐標的管區 因為有x平方交y平方 它都等於r平方 所以這個都是極坐標的管區 屬於它管轄的範圍 所以你看到這種題目 你馬上要聯想到說 極坐標是不是讓你帶來好處 那這個題目就是極坐標的好處 很明顯之一 好 我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地基找出來 地基找出來 那地基呢 它y坐標是介於0跟 根號2-x平方 x是介於0跟2之間 所以你把它畫一下 你把它畫一下 y等於根號2-x平方 其實你兩邊平方出來 它就是這個圓的上半段 連心在10 半徑為1的一個圓 就是這一段 y是從這裡到0 x是從0到2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半圓 在上半部的這個半圓 所以你把它用極坐標來畫 這個高度就是r 那 dy dx 就da 你把它換成r dr ds 所以就r dr ds 那現在r是從0 這個的極坐標 你把它平方起來 就是x加y平方等2x 這個我們剛才算過 這個就是r等2cos的θ 所以r是從0g到2cosθ 那θ的話 它整個圓 θ本來是從-π到2cosθ 那你是半圓 半圓的話是從0g到2cosθ 你把它換成極坐標 它其實柳暗花明 那你太高興 這個題目一看 環島數會很好算 你應該很快樂的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這是很typical的例子 你用直角坐標你會算分頭 算出來就是9分之16 最後一題的話 它是利用極坐標 把這個三個這個積分寫成1個 這邊的話 y是小1等於根號1-x平方 大1等於x 然後x是介於1跟1除以根號2之間 那你畫一個圖的話 y等於x是這條線 那y等於根號1-x平方是這個圓的一部分 那你簡單判斷它 它是從x到圓 那這個x呢 是從根號2分之1到1 所以其實就是這一塊 其實就是這一塊 第一部分就代表這一塊 那第二部分的話 那第二部分的話 它是y呢 是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x 這時候的x呢 這時候的x呢 是介於1跟根號2之間 所以這個是根號2 所以第二部分就代表這一塊 這一塊 我們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的話 y是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根號4-x平方 然後x呢 是介於根號2跟2之間 所以你一看的話 y等於根號4-x平方 它是一個圓 這半徑更大的圓 它半徑其實是2 它剛好是這一塊 這一個的焦點 這個半徑為2的這個圓 跟x等於y這條直線的焦點 這條剛好是根號2 2 所以你一看它就是這一塊 所以這三個積分 它有同樣的高度 那你把這個積分上下線合起來 它剛好就是代表這個扇形 這個扇形 所以這個題目 你把它寫成極坐標的樣子的話 你寫出來就會變成是 長度是從1g到2 角度是從0g到4分之π 那x就是rcosc y是rsinc 那dA你就換成rdrdc 算出來的話是16分之15 希望你們回去自己算過一次 也希望跟答案一樣 通常我有可能要算兩次 我才會算得正確 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